南加州大学校园近日发生一起涉嫌种族歧视的事件 一名白人学生向一名中国留学生连扔了三个鸡蛋 3月6日凌晨 南加州大学经济学院21岁的华裔学生曾一凡 在学校宿舍遭人连扔三枚鸡蛋 虽然嫌犯称是喝醉酒做了糊涂事 但曾一凡认为对方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扔了鸡蛋 并且他在脸书上调侃对方 下次再扔鸡蛋时记得蛋黄朝上 该嫌犯住在南加大学生宿舍 应该是该校的学生 3月6日凌晨2点 位于南加大校区之外的学生宿舍 Cardinal Gardens 曾一凡当时正坐在宿舍公共空间 壁炉前享受宁静独处的时光 没想到天外非来异物 有人朝他连丢了三个鸡蛋 还带有辱骂种族与同性恋的字眼 曾同学在脸书上写道 我从香港来到美国 选择南加大 唯一的目的是逃避种族主义 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多元化的社区住下来 我猜我是想错了 虽然嫌犯在脸书上向曾同学道歉 并表示自己喝醉了神志不清 但是曾同学却不买账 他在脸书上说 如果对方真的神志不清 又如何能隔着那么远 看到他是一个华人呢 曾同学现在是大二学生 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年轻人 为中国功夫 且平时喜欢画画和音乐